靈魂的力量成就生活的美學 大家好 我是覺醒研究所的Nemo老師 那又來到我們 10分鐘講瑪雅麗法的愛情的 單元喔 那說真的我已經快拍完20集了 不知道各位你們對於這些 自己有的圖騰 或者是 你的伴侶有的圖騰有沒有比較了解 那有沒有協助到你們在 溝通上面的 幫忙呢 還是 還是你們 有沒有更清楚你們另外一半的想法 或者是他的習慣還有他的價值觀是什麼 那如果說你們有些什麼 跟伴侶之間溝通的話都可以回饋給我 因為我很想要聽看看大家對於 瑪雅麗法用完之後的一些想法 好那我們今天要進入的主題第一個 就是白鏡子 那白 白鏡子呢是一個 他們是一個非常 冷靜的一群人 你會發現如果說像 你在小學上課的時候 會有一群人然後他們會坐在 角落 也不是一群人 是一個人 或者是會你們班上會有幾個人 只會坐在角落然後 都不講話然後可是他 你會感覺他好像默默一直在觀察大家在幹嘛 然後呢 他們因為白鏡子最大的特色就像他就像是一面鏡子一樣他會看到自己 原來我今天長這樣 原來我是長 然後我今天臉上長了一個青春痘 我的臉上 今天 今天皮膚狀況好不好 他們會 很常去看自己的狀況 所以 由於他們很常看自己的狀況 加上呢 他們也很喜歡看別人在幹嘛 所以 他們很厲害的是 他們 只要你的一瓶一笑 或者是你的一個 舉動 或者是你的 甚至有一些 手勢 或者知識 甚至你的坐姿 他都會知道說你現在大概在想什麼 因為 他們從小到大就開始觀察別人 這個是他們最厲害的一個特質 可是 他們 也因為這個 很厲害的觀察力 像我剛剛講的 就像是每天早上起來 照鏡子 像各位你們看 我現在我的臉這樣 可是如果我今天我這邊長了一顆青春痘 然後在這邊長一個青春痘之後 然後你就會 想說 我今天長一個青春痘 那我今天就不好看了 我今天皮膚就不好 那我今天出去我就沒有自信心了 因為你就很明顯這邊長一個青春痘啊 就很在意啊 這邊一個青春痘 然後 擺鏡子 其實就是這樣的性格 他們有時候會很嚴格的對待自己 言以律己 那也會言以待人 那他們的言以律己的原因是因為 像我剛剛講的 我就長一個青春痘 我怎麼可能會 會不在意 所以當他們看到自己的缺點的時候 他們也會 一直 想要修正那個缺點 可是他們的言以待己有時候會過度反省 這點是 有擺鏡子能的 如果你們的話 要非常的 注意這件事情 因為那個過度反省 是會讓你們 例如說像我剛剛講的青春痘 其實你就只是這邊長一顆青春痘 你就幾天之後就好了 那可是他就會說 他一直怪對自己 我是不是太晚睡 我是不是吃太多炸的東西 然後我是不是最近心情不好 我是不是怎麼 然後為什麼 我現在變得這麼醜 那我今天是不是不要出門 會開始想 這麼多東西 擺鏡子的內心 全部同時 就是會一直在 轉這些東西 一直在想 好那 所以有時候他們會因為這樣過度的反省 而讓自己沒有自信心 所以如果 各位你們有擺鏡子的話 學著放過自己一點 不要 在意那麼多 這個對你們並不是很好的一件事情 另外一個 他們也會言以待人 那言以待人的原因是因為 因為我觀察太細微了 你叫我不看到那些 細節我也沒辦法 所以我就 就一看就看到你 什麼 不小心挖鼻孔啦 或者是有些什麼壞習慣啦 或是你在做事的時候就 東辣西辣的或是初心大意什麼 他們全部都知道 他們全部都看得出來 好那 他們的言以待人是因為 他們也沒辦法不去注意那些細節 因為他們從小到大就習慣這樣子的一個 模式 所以很難不去在意 那我會建議白鏡子 你們可以多多去看一些心理學有關的東西 因為你們太常觀察別人 所以有時候你們可以跟 心理學的東西 對照對應 那當然 他可以解開很多你的心中之謎 然後呢當然 也可以幫助你 解脫就是你 過度的反省這件事情 透過心理學 所以我很推薦 有白鏡子的人請你們去 看一下跟那個 心理學有關的東西 那接下來下一個就是 白鏡子人的模仿能力也非常強 所以如果說你有白鏡子的話 像我剛剛講的 因為 白鏡子人很會觀察 細微的那個 能力 所以 我很建議有白鏡子的人 你們如果進入一份 新的工作 或者是進入一個 新的領域 或是在學習一樣 新的專業的時候 我很推薦你們透過模仿的方法 先開始做學習 因為 你們會觀察細節 所以你會知道 前輩在操作的時候的一些美感 或者是他的細節在哪 那你會從那個地方開始學習 等你學完之後 你再開始轉換成自己的模式 那對你們是 上手的一件事情是非常快的 而且這也是你們的特質 所以你們何不把它拿來運用呢 那接下來我來稍微講一下 那如果依照上面這樣的狀態 白鏡子人 他們的 就是你們的愛情觀 到底是什麼 第一個是 白鏡子人是非常的愛乾淨 然後會帶一點點潔癖 那原因也一樣 就是因為你們的觀察細微 那當然 我覺得白鏡子人 他們是把重點放在他在意的東西上面 他們不一定是 有潔癖喔 很愛乾淨 他們如果覺得環境沒什麼大不了 他就不在 可是我所謂的這邊的潔癖是 他有可能是人格上的潔癖 他可能不是環境的潔癖 是人格上的潔癖 例如說他就不能接受他的另外一半 一定要 接受他另外一半 偷看別的女生啦 或者是 跟其他的女生聊天啦 有可能喔 他們有可能是這種精神上潔癖 而且他們不允許你精神上出軌 他們需要你 如果你愛我 全然的時間要放在我身上 因為 這個是他們的潔癖 可是 當然 每個 白鏡子很不一樣 所以你要去看一下你身邊的 你旁邊的 那個白鏡子 他是屬於 環境整潔的呢 還是 精神的呢 還是 習慣上面的呢 都不一定 就是 在白鏡子身上一定會有潔癖 只是說潔癖在哪裡 那如果說當他們潔癖過度的時候 我很建議各位 你們一定要 那個提醒他們好好的放過自己 也不要這麼 這麼多潔癖 那當然 跟他們相處的時候有時候可能也會有喘不過氣來的感覺 因為他們的 那個潔癖其實是帶著很多壓迫感 而且他們的那個一直會觀察別人的那個 那個眼神 其實有時候 有的人是會受不了的 會覺得怎麼壓力這麼大 這第一個 第二個呢 白鏡子人是理性實事求是的人 因為他們從小喜歡觀察 所以他們會很知道說 一件事情的形成的那個邏輯是怎麼 怎麼怎麼形成 他一定是會有起承轉合 所以 他們很理 所以白鏡子人會很理性 例如說 你跟他講說 我愛你 那他們會說 他們還不一定會說 他們會觀察 你說你愛我 那你有表現得出來嗎 你做了些什麼事情 那你這樣 如果 如果你有做到這個 你有做到這個 你有做到這個 我才會覺得你有愛我 他們會是這樣 所以他們是很理性的 那有時候你們在跟他們吵架的時候 很難吵贏他們 因為 白鏡子人他們 會很理性的去觀察所有的事情 所以他在跟你講一件事情的時候 就算他用變的 他也會變贏 因為他會講出一套 很有邏輯的歪理 把你變到贏 這個是一個特點 另外一個很難吵贏他們的原因 是因為 他們也會把那個 你過去 有一些地方沒有做好 但是他記在腦海裡面 他沒有講出來的 這個時候吵架 他就會把他提出來講 而且 你會發現 哇塞 他怎麼會記得這麼多事情 而且他們的腦袋 在這個時候 有時候都會特別好 他們記這種不好的東西的那個腦袋 都 也不是講 也不是說記不好 就是記這種 細節 他認為他覺得需要在意的事情的東西上面 他們會記得非常清楚 所以 他們是一個 就是我像我剛才講 非常的理性 非常的實事求是 所以當然 我覺得 不要讓他們壓抑太久 因為他們會把 很多想法 或者是內心的感受 放在心裡面 其實有時候 如果跟白鏡子人交往 我覺得有時候你們可以 主動跟他們 溝通 不要讓他累積太多 不然就會像 核彈一樣這樣爆炸 那第三個是 雙方磨合的時候 可塑性是非常強的 就像我剛剛講的 因為 白鏡子人的模仿能力是很好的 所以當他們喜歡上一個人的時候 有時候甚至會去 模仿另外一半的 一些行為模式 這是非常特別的一個 一個 他會覺得說 我跟一個人交往 然後我想要 跟你很類似 然後很雷同 因為他會有一種安全感 他們喜歡這種感覺 那當然 在磨合的時候 他們也會去 如果說他就是 真的愛你 他的包容力夠的時候 他會去看說 你 你身上 有哪一些行為 你有哪一些特質 你平常有 有早上幾點起床 然後幹嘛 有沒有吃早餐 早餐要喝什麼 早餐喜歡吃什麼 然後喜歡不喜歡吃甜的 甜的要幾分糖 他們全部都會記住 所以他們在磨合期的時候 那個 速度是非常快 因為他會很快速的觀察你 然後 可塑性也非常強 因為剛開始的時候 他很願意 跟你去溝通 他的下一步要幹嘛 可是我要跟各位講 白鏡子人在初期的時候磨合期很好 可是等到他進入穩定狀況 我所謂穩定不是說穩定交往狀況 我所謂穩定是 你們的 SOP 或者是你們的生活習慣已經 Match之後 或者是 已經 互補 或者是 你們知道說對方的默契的時候 這個時候就不太容易更改了 因為白鏡子會想說 以前不說是這樣 你為什麼要突然換方法 他們因為他們喜歡有那個秩序的感覺 所以你把他打 你打亂了你們兩個人生活的秩序 他會覺得很煩 他們不喜歡被打亂秩序 所以 在初期你如果跟白鏡子人交往 說可以多多跟他溝通這些事情 多跟他 多跟他聊 那如果是已經到中期 或者是你們已經到 也不可以講晚期 我就在講穩定期的時候 你們就要 時不時就要提出 跟他們溝通 這樣 對你們之間的關係比較不會進入那種大潮啊 冷戰 而且 白鏡子人吵架是很可怕 他們會把 你過去的東西全部都翻出來 而且他們是一針見血的 所以其實有時候 那個傷痕是很難彌補 當他們真的生氣的時候 那這個呢 就是我今天想要分享給大家的 擺鏡子圖騰 那如果大家如果你們喜歡我們的 影片的話 請歡迎你按下訂閱 或開啟小鈴鐺 也可以到Podcast上面搜尋 瑪雅微微 然後找到我 那非常謝謝大家 今天聆聽 大家拜拜 拜拜